嗨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第七十四 6月4號禮拜四的更新資訊 那這次的更新資訊將不會進行維護作業 這邊寫到 所以呢各遊戲內容 新的遊戲內容都會在標示的時間自動開啟 另外這個影片呢我也是用手機錄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剪接 我的電腦主機板要送到我這邊大概還要12天左右 因為他禮拜一才送出 然後他預計是兩個禮拜之後我才會收到 所以要等主機板收到之後我才能繼續用電腦剪接影片給大家看 那這個影片因為沒有剪接 所以如果我有講錯的地方呢 跟大家講一下抱歉 也請大家多多包含啦 好第一點就是資訊故事 新的資訊故事 被隱藏的月亮的內幕開跑啦 那這個資訊故事就是賽克蘭特的資訊故事 我們可以了解賽克蘭特的 他自己本身的背景 那也就是說呢 這一次一定也會出賽克蘭特的UP池 另外這個資訊故事呢 我們要拿到道具的方法就是解鎖這個拼圖 那拼圖每一個後面都會有長一個道具 我們可以拿得到 那所有的拼圖解完之後 這邊有寫就是 當相簿進度達到100%的時候呢 剪影圖片就會消失 並且解鎖該插圖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新的插圖 好第二點 全新的神器 五星神器 生命搖籃 那這個神器是戰士專用的 因為他就是為了搭配賽克蘭特 所以是戰士專用的五星神器 可是我覺得他不怎麼強 他在滿級的時候呢 使用基本技能之後 以70%的幾率使目標在一回合內 產生隨機的弱化效果 那隨機弱化效果裡面 包括攻擊力減少 命中減少 中毒或出血之一 因為我覺得他畢竟是一個五星神器 如果說他是70%的話 但是產生的弱化效果是兩回合 我就覺得合理 但他只有一回合又沒有到100%的幾率 我就覺得不是很強 而且這個神器還要用抽的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很強 所以不一定要入手 再來第三點 就是賽克蘭特跟這個 五星神器生命搖籃的UP池 這我就可以跳過了 第四點 除了維德瑞跟乘風者召喚機率UP 維德瑞我有可能要抽 維德瑞我的陣型才B而已 所以還要 還要再抽個四隻吧 三四隻 但是我不太確定我這次會抽多少 因為我 不想出資太多 所以在明天的直播我應該會抽一點 好再來 然後就這樣沒了 我還想說再來就這樣沒了 還有另外一點要跟大家講就是 這邊官方有放出一個 全新的合作 但是只是一個teaser 就是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沒有放出樣子 好就是這樣 那這個聲音我有聽過 我在YouTube上其實有看過 這個AI 他在玩遊戲的影片 那這個AI呢 就是一個虛擬的人物 有點像是初音一樣 就是網路上的虛擬人物 但是 他是一個虛擬的直播主 那我跟他不熟 因為我只看過一次他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他玩遊戲 其實玩的蠻爛的 我就沒興趣繼續看下去 但有些人可能會因為覺得他講話搞笑 或可愛就繼續看 或訂閱他 但是我是沒有訂閱 我只看過一次 那這一個 這一個合作的角色有點爭議 就其實還蠻多地方爭議的 他這個AI的名稱叫做半愛 然後聽說他以前 有講過一句話 我找一下 在這邊 這個圖案 就他有一次在直播 不知道是什麼遊戲 還是 這個應該是遊戲吧 我不曉得 反正他講了 中國台灣出發 然後 爭議就很大 但這件事我是不了解 我只是 看八號上面有人在吵 所以呢 這個合作 第七史詩 怎麼會找爭議這麼大的 那個 角色來合作呢 而且我有點失望 就是我本來以為是要跟另外一個遊戲合作 結果是 一個實況主 還蠻奇怪的 不過 OK啦 有人應該還是會喜歡 那我到時候就會看他的 技能組到底好不好 再決定要不要抽 因為光是角色 我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到時候就看他技能組吧 好我就抽 如果不好的話 就算了 就算是 就算是限定的 也不一定要抽 OK 那這次的 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也不是直播啦 這次的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大家再見 拜拜